国际焦点美国国务卿凯瑞启动亚洲行 今天上午抵达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的官员指出凯瑞这趟中国行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够降低南海与东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卿凯瑞从礼拜四开始 展开韩国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行程 这是凯瑞去年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五次出访亚洲 也是凯瑞上任来第二次访问中国 凯瑞14号上午抵达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习近平后 之后对媒体并没有释放太多讯息 不过美国资深官员指出 国务卿凯瑞访问北京 要重申中共宣布防空识别区是不治的极端举动 美方还希望中方就南海九段线提出合乎法律的解释 并说明外交上将采取何种路线 降低南海与东海紧张局势 在凯瑞访问中国之际 星期四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 在菲律宾国防学院演讲时 被问到如果中共占领南沙争议群岛时 美国会怎么办 他回答 格林纳特的这一段声明是中非南海争议以来 美国支持菲律宾最明确的声明 在凯瑞访问中国降低南海与东海的海域争端之际 格林纳特的这一段声明 无疑也给中共一些压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编译组编译 美国文化